哇~~~ 這個簡直就是超棒的 哈哈哈哈好好吃啊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萊姆 Hello 大家好 我是屎嫂晴晴 歡迎收看小萊姆的三次元 今天又是試吃的時間 試吃一樣非常可愛的東西 我想女生看到都會有興趣 有沒有聽過雪巴? 雪巴英文是什麼? Soubet 剛剛講的 今天我們試吃三個Soubet 你是Soubet 我這麼厲害英文不要笑我可以嗎? 我們分別買了三個Soubet 一個是女生會很喜歡的蜜桃Soubet 菠蘿Soubet 最後這個是南瓜雪巴 水蜜桃 它其實很吸引 因為整個造型就是原本的水果 很香 哇 它是一個圓圓整整的水蜜桃 打開蓋子蓋在上面 這個就是裡面雪巴的部分 好了 我們回去試吃 哇 好漂亮 對呀 軟軟軟的 它比我想像中的質感更加合理 我以為是很硬的 對呀 啊 啊 啊 哇 好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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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很好味啊 吃完飯鹹的這個應該超級解禮 哇 它的水蜜桃超級無敵香到爆 它的質感很舒服 它不會很死實實 它又吃不到冰粒 對呀 完全沒有 入口就溶了 對呀 它是一個質感比較偏向雪糕的雪霸 不是開玩笑啊 這個溶到一流 你們情侶可以在家煎牛排 煎完之後吃這個 嗯 哇 作為甜品 簡直就是沒有樹海不行不行 我們還有蝦羊 好 接著就到菠蘿陣 你看看 多有趣 哇 打開了裡面是這樣的樣子 這個一口 我買了 哇 菠蘿味是揮之不去 那種酸呢 是令到你會不能卻步那種的酸 哇 好舒服啊這個 大家知不知道我是超級喜歡吃菠蘿 這個簡直就是超棒 對我來說 好清甜喔 真的 哇 好好吃 它甜得你一點都不是那種死甜 是真材實料 到這裡呢 相信有人會心裡懷疑 喂 是不是買廣告啊 那麼讚 但是什麼 沒有收錢 還有我自己給錢買 這個真的好好吃啊 它是一種微酸的 所以令你可以不斷吃不斷吃 反而剛才水蜜桃那個呢 它是甜的 我不可以不斷吃 很棒啊 大豆 哈哈 好好吃啊 好 還有最後一個 也是最奇怪的一個 南瓜 我呢 就不吃南瓜的 但老闆跟我說 他都不吃南瓜的 但是他 我覺得這個有驚喜 好漂亮啊 你看看他 整個芒果雪糕 對啊 你騙我說是芒果雪糕 它的質地是再軟一點的 不是啦 哇 好南瓜 我不行 是好吃的 但是那個南瓜味道太濃郁了 我頂不住 我本身太不喜歡吃南瓜 但是你才告訴我 它是好吃的 但是感性跟我說它是南瓜 我也喜歡吃南瓜的人 會覺得好吃 它都像一些很軟的南瓜熔 我本來都不是非常喜歡南瓜的 我是喜歡它的質地 其實是 這隻雪糕跟剛才那兩個完全不一樣 這隻真的雪糕很多 吃下去 它真的不是雪糕 剛剛水蜜桃那個 大概是90%雪糕 感覺是 可能有10%比你感覺是雪糕 菠蘿呢 就是80% 就是再雪糕一點 而這個呢 就是1%的雪糕 但我真的沒辦法 它南瓜味濃郁到這樣 我真的沒辦法 南瓜味揮之不去 好南瓜 真的在上面下面 對 整個嘴滿滿的 整個嘴滿滿的 整個雪糕都溶在裡面的感覺 自認喜歡吃南瓜阿尼 如果你沒有吃過這個 真的可惜 真的可惜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這個雪糕系列 我們非常推薦大家試吃 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30店舖買一下 再次講一次 我真的沒打廣告 好厲害 真的要分享 好喜歡影片的朋友記得給個like我 有什麼想跟我留言留言 最重要就是訂閱我 我是小蘿姆 我是屎嫂澄 按個小鐘 下次再看 一定要訂閱我 一定要訂閱我 拜拜 我是屎嫂澄 我向你 我也要有機會 感覺 應該如何